今天是3月1號也是農曆20號 這是客家人一年一度的天川日 相傳是女娲補天的日子 因此客家人都會在這一天來吃年糕 有用年糕幫助女娲補天的象徵意義 而今天過了傳統的客家人也就開始農作 所以也等於是傳統客家人年節的最後一天 為此今天各地都舉辦了客家慶典 在臺北的客家公園活動當中 各種小吃表演相當的熱鬧 客家戲曲奔向加上學生們的絕佳表演底子 前空翻後空翻為一年一度的客家天川日活動熱鬧開場 到了今天大家就要開始農作 而且在這個時候做年糕做客家傳統的福菜 等於是一個農作的開始 客家傳統農曆20天川日這天要吃年糕 市長好龍斌也會用100斤年糕做成的小龍點睛 一般像我們客家人的話就要煎年糕 做什麼用 祭拜天神補天用的 各種客家傳統習俗幾乎都能在天川日這天看得到 不僅能現場體驗彩服菜曬服菜的製作過程 還能用口服現場品嘗客家美食 買斑條 還有那邊有買那個紅燒菊蘿蔔糕 辦喜事一定要有做這個七棒 要給人家吃 還有也有湯圓 這兩種一定要 客家美食以米食居多 且幾乎所有的攤位老闆都是從新竹苗栗北上 要讓民眾在天川日這天除了拜拜祈求來年順利之外 也能再次感受到客家傳統文化的魅力 有點TV蔡忠如陳靜怡特報道